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馬祖慈悲 大家好 有位同修來問說 他常起真心 很容易生氣 看到人家的一個缺點 就會化佛 他該怎麼辦 怎麼樣來修 顧問其實很有同感 我本身也是很常起真心 後來開始跟馬祖學習 開始學佛家的經典 慢慢的接觸宗教才知道 人都是因為貪、症、痴 才會淪落到了人道 才來受苦、受巴苦 這些貪心、真心、痴心 是每個人都具備的 真心的事情都叫陰陽 在於道家 馬祖來看 都是兩面的 有好有壞 所以我們來看好 一個人常起真心 顧問也覺得常常原諒自己 容易生氣 因為顧問正義感 對就對 不對就不對 比如說我去用餐 服務業 看到那個服務人臉色很難看 動作很慢 沒有氣急 顧問就很生氣 因為顧問是顧問 就要教導人 服務業都是要熱誠 要以課為尊 要學習看看顧客的需求 我們極左極老半天 他都沒聽到 沒看到 而且故意裝作沒看到 我們就開始很生氣 像顧問就患這個毛病 所以怎麼可以這樣子 就好像你有一種爭議感 你講去調教別人 真心的好話有時候是你的爭議感 可是壞就真的很壞 你就是一種怕不公平 然後就看到人家的缺點 什麼時候看到人家的缺點 就批評人家 就直接反應態度就出來 發火也傷害到自己 發火一發火 所有功德都沒有了 所以這怎麼講呢 因為真心的傷害也很大 你有傷害到對方 也傷害到自己 所以以前以往顧問年輕的時候 真的真心很強 那我為什麼開始修呢 我以我的經驗 供大家參考 也許有一點幫忙 因為後來去學習心理學 行為科學 習慣領域 習慣領域的尤教授 教我們要有口語化 才能培養好的習慣 要把壞的習慣改變變成好的習慣 你就是要重複重複的一直念 一直口語化一直講 或是一直做一直做 灌出一個新的習慣 所以你常常看到人家的缺點 批評人家 你就常常會養成這個習慣 以後你人生就很慘了 所以我們就要改變這個真心 就是用新的習慣代替 那由教授教我們 有七個用信念 第一個信念就是說 要常常講一直練一直練 人人都是無價之寶 你是我也是 佛的化身 所以每個人都是無價之寶 都是佛啊 你是我也是啊 所以不要去批評人家 不要去看人家不起 也不要去看人家的缺點 人家都是佛 要到了馬祖的宗教 馬祖說不為自己求恩樂 誕念眾生得幸福 要把每個人當做馬祖佛 所以當馬祖的化身 你才會寫一道 然後你要有個慈悲心 慈悲心 以鬼人看人 人人都是鬼 以神看人 人人都是神 以佛看人 人人都是佛 所以慢慢的寫起這個宗教 然後念念念念念 那開始邪經念經 然後念到佛華經 常佛經菩薩 一直都說 你會成佛 你成佛 你將來都會成佛 他被人家罵了 被人家打了 他還是講 跪下來跪拜 你是佛 我要拜你 所以慢慢的在修行中 不但的口語化念經 然後提醒自己 人人都是無價之法 你是我也是活的化身 要彼此的尊重 要看人的好事 不要看人家的壞事 所以過得去上了很多課 心裡寫 看到人家的優點 人家的優點會越來越多 看人家的缺點 人家缺點會越來越多 所以慢慢的在學習 經過口語化提醒自己 每個人都是馬祖的化身 年年都是無價之法 你也是我也是 都是我的化身 所以在在在慢慢的 都看到人的優點 人都是來教我的 萬事製造 習慣領域教我們的 那些事情都在幫助我們成長 那馬祖教我們的 年年都是馬祖 都是我的化身來教育你 所以你要把每個人當馬祖 所以每一個人來給我諮詢的時候 那來請教我關於命運的問題 公司如果什麼經營的問題 我不會把他當作他是誰神 我就覺得他是馬祖的化身 他用這樣的問題來考驗我 來信念我 來激發我的潛能 讓我增加更多的知識 讓我懂得思維 所以我開始改變 那容易產業真心 那就是公文的建議 第一 可以化 你把每個人都講 當作火的化身 人人都是無價值吧 你是我也是火的化身 你就不斷的練這句話 然後思考我們拜馬祖 馬祖就是化作千萬個人來教導你 所以對方就是馬祖的化身 就是馬祖 那我們公敬三寶 公敬馬祖 所以你要公敬對方 不管他是父母 是小孩 是另外一半 是你的同事 或是你的敵對的 生意的 世衛上的敵對的敵點 都是一樣 你就把它當作馬祖 來教你 很自然自然 你的真心就沒有了 所以現在我去用餐 那個服務人員慢了 做什麼都不會生氣 不會生氣 都用體諒的心 來體諒對話 因為我們來當年 就是貪真吃 我們就是來修行 要把貪的習慣 真的習慣 吃的習慣給改變掉 所以我們必須用口語化 不斷的學習 不斷的學習 不斷的讀經 念經 來接觸宗教 來歸於我們的三寶 而且恭敬巴德 相信一個神 一個教育我們 所以你才能把你給火定掉 代替一個全心的你 才沒有一個正心 所以這位同修 恭喜你 為你高興 你自己會警戒 自己的真心 償患真心 那如果有這個 那不妨寫顧問吧 一直念一直念 年年都是無價之寶 你是我也是 活的化身 然後去學習 去解釋這句話 每個人真的就是無價之寶 為什麼是無價之寶 你就去探討 不管是經典 或是心理學行為學 都會告訴你 你每個人都是無價之寶 你要懂得去珍惜別人 寫寫 禪不清不煞 每個人都是佛 你即將會成佛 你即將會成佛 你就會成為馬子 你就是馬子 我們就是恭敬 我們拜馬子的人 同修都是拜馬子的人 把每個人當作馬子的化身 你就沒有真心 以上是我的分享 希望對大家有一點幫忙 每個人更改壞習慣的方法有很多 個人都是從口語化 一起練一起練 所以為什麼要練 我們要堅持像蓮花 我們的心 我們的意 要堅持像蓮花 出污泥而不然 要不斷地練 來提醒自己 改變自己 不再做人了 不再有貪真吃 這就是我們的修行 從口語化開始 從念佛 念經 諧經 行經 開始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馬子慈悲 謝謝大家